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英 怎么那么久才来啊 等你好久了 你不高兴啊 我知道 侧父亲是委屈你了 我不是在意这个 我现在在想 我是不是该嫁进王府 可是因为皇后娘的缘故 是啊 从前在这儿玩的时候 都觉得好玩 可是如今在看宫里 我又觉得心慌 皇后娘的事情 我会再和你一起想办法的 我也明白你现在的感觉 可生在皇家 无一日不感受到 这宫墙下的冰冷残酷 秦英 我会尽我所能地护着你 不再让你受任何的苦楚 哪怕以后 再碰到任何的风浪 我们一起面对 七贵妃也不会喜欢我吧 皇阿玛已经把你云给我了 相信额娘 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而且我也跟额娘说过了 不要因为皇阿娘的事情 而牵连你的 我还向她表明了 我心中真正想要的 只有你一人 弘历哥哥 你知道吗 那日在这里 我叫你来参加我的选秀 我的心里是多么紧张啊 在见雪萱的时候 你没来 我心里多忐忑 后来还好你来了 还接了我的如意 我心里总算踏实多了 我也明白你的性质 你不愿意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可以勉强你 所以 你心里有我的是吧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愿不愿意同我在一起 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 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 有我在 你放心 侧府尽到 月格格到 请侧府尽 请侧府尽 月格格入内行不礼 拜见王爷福尽 多谢王爷福尽 都起来吧 谢王爷福尽 你们之前都与福尽见过的 正是我成婚的时候 皇上赐给我的嫁妆 听说是安娜来的贡品 所以便转赠给两位妹妹 以表亲目之情 多谢福尽恩赏 多谢福尽恩赏 这往后啊 都是一起伺候王爷的姐妹 不必拘束 两位妹妹的住处 都已经安排好了 今儿是你们进府的喜日子 都早些回去歇息吧 切身告退 不必担心 都给我 多谢 王爷 男的看你这么规矩地坐着 还真有些不习惯呢 我也不习惯 要不 我帮你解开盖头 让你松发些 好 好看 比我想得更好看 你穿红色也好看 秦英啊 你终于嫁给我了 好像做梦一样 我也觉得在做梦一样 跟你说个悄悄话 你这样不太好吧 你是我自己选的人 做侧附计已经是委屈你了 第一页自然要和你在一起的 她是我的发妻 我会爱敬她 尊重她的 哥哥 王爷今夜去了侧附近那里 王爷昨夜虽歇在福尽房里 但并未行周公之礼 真的吗 千真万确 那如此说来 福尽心里也不舒服 哥哥 如果您能得到福尽的帮手 以后在府里也不怕没个照应了 去把我的皮肤拿来 是 我还不信了 我能一辈子就是哥哥 说不定明天晚上 王爷就来我屋里了 哥哥多才多艺 王爷一定会喜欢您的 王爷去了侧附近那儿 怎么会呢 你没看错吧 福尽 奴婢没有看错 王爷的确歇在侧附近房中 烛火都熄了 你下去吧 是 福尽 昨夜王爷虽然歇在您这儿 却推出身上太累 未行周公之礼 今夜又去了侧附近那儿 这 今儿是侧附近入府 王爷去那儿也是应当的 但无论如何 总归老夫人说得对 您哪 得拿出手段来 对侧附近他们 得好生提防才是 王爷越是喜欢他 我就越得拿出 敌附近的气度 我得做得更好 比任何人 都像一个正妻 王爷无可挑剔 就会觉得 只有我 才是最适合做敌附近的 请福尽安 都坐下吧 谢福尽 册封西月妹妹 为册附近的旨意下来了 恭喜月福尽 当初你跟青英一起进府的时候 我赐给你们美人一支 赤金莲花翡翠珠镯 就是希望你们无论身份高低 也能亲如姐妹不分彼此 如今你也成了册附近了 我看着真是高兴 多谢福尽 福尽赏的镯子 妾身和亲福尽每日都戴着 妾身能有今日 多亏福尽调教 你阿玛一直为皇上尽忠 如今皇上身子不好 王爷帮着礼政 你阿玛出力不少 皇上要嘉奖你 也是应当的 绿云 你刚生下永章 还是要仔细着身子 谢福尽关心 这说起来啊 青英 西越 和我是差不多一起进府的 欲言从御室来 也不少日子了 连齐营 海澜和婉音 伺候王爷也许久 你们什么时候都能有子嗣 为王爷开枝散叶的才好 是 妾身们 没有福尽那样 而你双全的好福气 别焦急 慢慢来 都会有的 时候不早了 你们也早些回去吧 切身告退 父亲 咱们你跟着不好了 好好说话 这是怎么了 皇上 皇上加碰了 皇上 王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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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相信 进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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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一 叩手 一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七 贵 一叩首 三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一 贵 一叩首 二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取哀 三叩首 三叩首 花 三叩首 五叩首 父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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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您怎么就走了呢 你不让我欠你一命 丧仪我都不能去 皇上 您丢下我了 我才是你唯一的皇后 连丧仪都不让我去 皇上 娘娘 娘娘 别难过了 娘娘 娘娘 先帝驾崩 奴婢倒认为 您从这儿出去的唯一机会来了 李治所载 皇上登基应当遵景仁宫为母后皇太后 什么 景仁宫乃皇上的嫡母 理应尊为母后皇太后 西贵妃是皇上的生母 可封为圣母皇太后 祖宗的规矩历代如此 两宫病例也是应当的 皇上 皇上 丧仪毙 东西六宫 都要由皇上的嫔妃入住 那景仁宫 仍住着大型皇帝的皇后 实在是不合情理 可皇阿玛曾说过 与景仁宫再不相见 所以说 大型皇帝的丧仪 景仁宫可以不出现 但是先帝毕竟不曾废后 丧仪一了 还是要正名分的 皇上 正敌数明尊卑方可治天下 是 朕且考虑看看 那 臣等先告退 臣妾给皇上请安 你来了 这两日在丧仪上 看皇上唇甘气躁 眼睛里也是红红的 所以臣妾给皇上 煮了一碗杏仁露 润润肺 过来吧 坐 皇上 朕叫你坐你就坐 好喝 好喝 上次啊 咱们两个这么静静地说话 还是在府里呢 如今啊 却时过境迁了 是啊 那时候怎会知道 大型皇帝骤然崩事 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 这皇阿玛的丧仪啊 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 只是眼下有个难题 朕不知该如何 何事啊 朝传中有人提议 将你姑母放出锦仁宫 遵封母后皇太后 这么多年了 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 臣妾自然是希望 姑母可以结了庆祝 安享晚年 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 但是 下令庆祝姑母的是先帝 尊风母后皇太后 又是过世 臣妾 也不便说什么吧 朕也是想着 皇阿玛生前说过 与景仁宫死生不复相见 所以朕的心里啊 很势难为 可朕又想 要是放你姑母出来 恢复了尊荣 你的背后 也可有个倚仗 也可过得畅一些 老爷 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 臣妾万分感激 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 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 如若艰难 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 朕知道了 朕知道了 朕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是 朕亲大人一得消息 就递话进来 让告诉您知道 大型皇帝没留下 任何处置景仁宫 这麻烦就来了 说是张廷玉大人先向皇上提议的 又有几位大臣陆续复役 张廷玉这老家伙 从来就把祖宗规矩 狄数尊卑看得比命还大 他要尊母后皇太后 那是防着哀家呢 张大人心里只有规矩 未必是存心跟您做对 哀家还能不知道那帮老家伙 后宫势弱 前朝那帮老臣 在皇帝跟前就会更有分量 可朝廷里 也不是只有张廷玉 一个人会说话 傅家 你去回话给那亲 他知道该怎么做 是 太后 这事不是皇上说了算吗 您直接跟皇上说 您不愿意不就成了 当年选福晋 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 如今这件事 咱们先别说话 哀家看看皇帝的心意 也瞧瞧到底有多少人 惦记着秦仁公那位 一靠手 一靠手 二靠手 三靠手 息 三靠手 皇阿娘 今日的膳食 是儿臣等各自进献的 请皇阿娘尝尝 太后 是否先饮汤 嗯 太后 这是清竹儿进献的 火腿鸡汤 好好的鸡汤 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作 喧宾夺主 陈妻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 没想到 访了太后用膳 是臣妾的过失 两样东西炖一块儿 分了高低煮刺才好 想要病重 反而坏了味道 臣妾知错 不 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病重 太后 臣妾下回给您炖青鸡汤喝 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 哀家没有胃口 皇阿娘 您近日为心底哀痛 身子本来就不适了 若饮食再清减 那就更撑不住了 您好歹还是静一些吧 太后好不容易静些晚膳 却被青鸡姐姐败了胃口 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怡 青鸡姐姐是想让太后 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 臣妾有事 甘愿受罚 还愿太后顾及凤体 多静一些吧 鸡姐姐姐 也无论吗 毋着身边嘴 不论那些事情 应该是要吃什么 小娘 姐姐 你不能再吃我 坚持冬家 先帮我 桥姨姐姐 行人 梦先生 从明月 现在 梦先生 女儿 你也尝一尝吧 罢了 说来呀 这一银一食 能有多大讲究啊 无非是审时夺势 不要自作聪明罢了 儿臣明白 起来吧 臣妾谢太后 皇后娘 真的这般对亲 是 让她受苦了 你送些烫伤药 到她阁中 叫她别难过了 喳 都烫红了 太后的心也太狠了 只是一碗汤而已 你今儿是怎么伺候煮的 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 弄伤了自己 不能怪索性 那也是索性没护好煮 你 去外地撕过去 是 阿若 索性是前提里从了新自卑的大丫头 你说话也得留意些 别总是意志气势的 奴婢不过是觉着 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 没有那么亲近 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 往后在宫里过日子 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 日子怎么过 你这脾气 是得改一改 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知口快的性子 太后家有点太欺负人了 不过 皇上心里是疼您的 这不 吉吉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 奴婢看啊 等回头进了宫 或是老主子出来了 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皇贵妃的 到时候 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 刚跟你说了说话要留意些 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 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忘义的嘛 若是让旁人听见了 你有十条命都填不完 奴婢也是心疼主嘛 是是是 奴婢知道错了 以后不敢了 还疼吗 疼 红历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遵我为母后皇太后 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 宫归祖制在此啊 先帝不曾废后 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 我该住慈宁宫去 住到慈宁宫之后呢 就跟扭呼噜事再分个输赢 真斗不休 总会伤着自己的 我哪怕遍体连伤我都要跟她斗到底 清衣 你要跟姑母一条心 你要让弘历早点放我出去 皇上当已经很为难了 你这是姓乌拉纳拉还是爱心觉罗呀 我是心疼您 你要是心疼我 你就应该知道 姑母此生唯一所望 就是跟先帝生同亲 死同血 先帝已经弃绝您了 清口说了身死不负相见了 他不见我 我就去见他 他弃绝了我 我绝不会离开他 清衣 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 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 这个名分我一定要争 你起来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 该怎么办 你明白吗 明白了 皇上 亲主儿来了 皇上 坐吧 这么晚怎么来了 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 为姑母的事返忧 朕也希望这件事情 尽快有个决断 只是礼法和效益 终究难以两全啊 皇上 臣妾想求您一件事 你说 能否让姑母去行宫一养天年 你这么想的 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 在行宫供养姑母 哪怕展示不要给她名分 您对那些尊敌的人 也可以有所回忆 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 尊风为母后皇太后的人 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 又未被尊风 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 至于太后那儿 臣妾也想过了 若两宫太后 在紫禁城并立 这二位老人家 争执了一辈子 日后也难免两乡里不容 后宫不宁 皇上也烦忧 不如让姑母去行宫安养天年 避开太后也是好的 你说皇帝已经暗中安排人去行宫 才不适宜了 是 清福敬才离开养心殿 皇上就派人去了行宫收拾殿阁 一应按太后安养布置 荒谬 难道皇帝真要乌拉那拉市 为母后皇太后吗 就算换了地方 离开紫禁城不与您同尊 可母后皇太后就押了您一头啊 这种主意 定是清英那丫头弄鬼出来的吧 景仁公与清福敬这般理应外合 皇上还年轻 难免不被清福敬这个宠妃说动啊 早知道 当年就不该留着清英 明日丧余之后 你让她来找挨家 臣妾给太后请安 被福家换来了永寿宫 你怕不怕呀 被太后召唤 臣妾怕的是侍奉不周 未能替皇上尽一份孝心 你的孝心 都进去了景仁宫吧 太后 请恕臣妾貌美 景仁宫是臣妾的至亲 臣妾不能不去看望她 就是去看看 臣妾也求了皇上 让姑母去行宫移养天年 臣妾梦想 你是觉得 你如今可以仗着皇帝 对你的那点勤奋 来押挨家了吗 太后 臣妾没有这个意思 臣妾只希望姑母 能安安生生地活下去 还是安安生生 没有名分 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地 走出景仁宫 去到行宫 乌拉那拉市 有你这个希望在 你觉得你姑母 会安安安生生吗 会安安生生吗 你要你姑母活 可以 除非她没了你这个倚账 艾家 倒可以给她一条活路 如今正是先帝桑仪 桑仪过后 你自寻了断 你不求艾家开恩饶恕 你不求艾家开恩饶恕 太后发了我赐死 自然逐一顶 臣妾知道求也无用 你要不死 也不是没有办法 艾家可以给你一条路旋 乌拉那拉市 有你姑母便没有你 有你便没有你姑母 若是臣妾死了 您可否缘姑母和先帝合葬的心愿 你倒真有孝心 只要她 再行宫安分养老 艾家许她和先帝合葬 只是没有名分罢了 多谢太后 多谢太后 不过 皇帝若是知道 你今日与艾家所言 你姑母便会和你一样 活不得了 只见明白 只见明白 多谢太后 她明天 是吗 我来不得了 我来不得了 这就不得了 我来不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后 庆主大约是去了养心殿了 她该不会说出什么来 景仁宫的事情呢 朕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 只是没想到风声传了出去 朕呢 还得要顾及皇阿娘的心意 为了安抚皇阿娘 也为了你姑母 来日能好好颐养天年 安太后奉养她的事 朕还得慢慢安排 皇上的难处臣妾都明白 臣妾是替姑母难过 你放心 朕会将景仁宫 移至圣经旧宫 好好安养 在这件事情上 她只是缺了一个名分罢了 后妃与君王是何 吃苦的肯定是他们自己 还请皇上顾连姑母 不要让她在圣经旧宫吃苦 瞧你这话说的 你放心 朕哪 每一次去圣经 都会带你去探望她 平时也会派人 多多伺候她 臣妾多谢皇上 你要谢啊 就别嘴上说说 朕垫着你的暗香汤呢 什么时候给朕再做一碗 梅花都没开呢 怎么做暗香汤 朕知道你喜欢梅花 秋天过了就是冬天 会开很多梅花 到时候多做几碗给朕喝 你不答应这样啊 臣妾答应 你怎么了 臣妾只是想起 与皇上初见 当日咱们一起 听了一出墙头马上 墙头马上遥相顾 一剑之军季断肠 朕记得 秦 你和朕是年少情义 虽然没有成为敌附近 但你和朕的情义 是谁也比不了的 知道吗 臣妾明白 皇上 如果日后臣妾 不能日日给您请安 臣妾也会永远启用皇上 龙体刚健 事事顺遂 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来 你接个是怎么了 不过朕也明白 你姑母之事 一个女人 为了名分 一生悲苦 朕明白你 朕和你一样 一样怜悯你姑母 我年纪 我做一个女人 就是这女人 她就叫个女人 起来 我就搞把女人 给他 宝贝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老主 老主子真的没指望了吗 那我们会不会受牵连呀 主不该去的 万一这要是被太后娘娘知道了 可就麻烦了 太后怎么还做这些 先帝的丧仪将毙 不用再烧纸钉了 先帝灵钱那些 都是哀家亲手做的 如今这手闲不住 你说 这是烧给景仁宫好呢 还是给他侄女呢 亲主是晚辈 哪里配得上您亲手做的东西 亲主来了 您快着点 主 你在这儿候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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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